印度能被称为开挂的民族确实有几分道理 印军士兵在全国阅兵仪式上的花式摩托车表演 让人眼前一亮将人体平衡意识发挥到极致 看看印度火车的挂载情况就知道这份功利的传承由来已久 按理说国土开阔地势平坦的印度 早期在英国殖民者的帮助下 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铁路公路运输体系 在交通运输方面 比具有多种复杂地形工业基础差的中国更有先天优势 可事实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有名的基建狂魔 高铁总理乘数全球第一 甚至还准备打通喜马拉雅山脉建设一条连通中迷的天路 铁路线路总长全球第一的印度 依然还在使用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铁路系统 年久失修 再加上客运量严重过载 多次发生脱轨事故 有资料显示 其铁路系统每年都会导致上万人死去 加上隔壁中国 以高速便捷的交通体系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经济 痛定思痛的印度 开始学习我国 要想赴先修路的思想理念 想要通过改善交通条件 将各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开始着手筹备属于自己的高铁 却因为本国技术劣势 不得不公开向全球招标 这其中就包括近几年崛起迅速的中国高铁 以及最早把世界带入高铁时代的日本 同日本相比 经历过六次提速的中国高铁 已经成为世界高铁技术的领导者 无论速度和质量 都经过诸多国家长时间的检验 具有丰富的对外施工经验 报价也更加划算 出人意料的是 印度毅然决然地将国内高铁建设项目 委托给报价更高的日本 为了加强印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不屑于中国帮助的同时 还想要力压中国一头 却在高铁建设推进过程中遭遇严重阻碍 印度政府的征地工作迟迟没有完成 导致日本新干线将高铁交付时间一再推迟 预计在2024年左右完工 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一年 令人感到无语的是 印日两国因为此事也开始产生嫌隙 工程进度的拉长 使建设成本飙升从原来的1.8万亿日元 飙升至2.5万亿日元 在原因一览明确标注印度在炎热天气条件下 省去空调设备导致 印度高铁完工遥遥无期 最应该表达不仅是政府的战略眼光 还是广大民众的基本素质 好好选择基建狂谋中国 或许现在已经通车